欢迎收看五视进击 港股今早可以说是先跌后回升 今早要低开 但曾经最多升至240点 之后维持过博点的升幅 中午收视来说升136点 目布19064点 今天的嘉宾请你比比 Hello 比比 Hello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港股今早曾经可以去到五十天线 但见到中午收视 升幅到八几点左右 其实你觉得如果港股来说 近期都好像乘幅上落 你觉得之后的走势大概是怎样 暂时来说都是继续乘幅上落 因为大家都在等下星期的会议 变成对一些看探的人来说 它也有个戒心 会否真的出大招 变成沽货也有些控制住 但另一方面 你看好的话 亦有机会担心 即使出招 出招力度会否符合预期 而即使真的很大力度 会否又借好息出货 所以大家都有些少观望的情况出现 之前和大家提过 一万九千五百点 会是恒生指数一个很大的阻力 这个是六月二十到六月二十一日的一个下跌裂口 暂时曾经補完但都跌下来 所以暂时来计 我想都是观望 以及到星期五下午 未必会太大的一个上落的区间或空间出现 不过其实最近看到一些消息 大家看到一出一些公司消息 主要都是公司的股价可以升到 不过大市方面就好像没有什么方向 如果真的要看的话 温珊娜你觉得 有哪一类型的版法或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着呢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针对着 未来的政策出台等等的前景的话 可能一些汽车相关可以留意着 当然了 我知道今天来计 汽车相关甚至零部件都做得一般的 但如果你对后市有信心 亦都相信有政策出台的话 不排除一个短线的回套 反而是一些比较进取的投资者 一个叫做 不要说买便宜货 便宜少少去入市的一个机会 好啊 汽车那边都可以抽出来 先看一看 其实这几天都有一些消息 包括见到汽车股那边 法改委其实都说 要求会放宽一些汽车的限救 以及降低一些电池充电的收费等等 至于中美关系方面 其实就比较上看下去 就负面少少了 华府就说 内地的自动駕駛车辆 有机会 会救成一个国安的隐忧 都导致见到 今天A股方面 一些自动駕駛相关的股份 其实都比较上做得差一点 港股方面 浙江细埔都是要跌 至于隔晚来说 那些过股消息就是Tesla 美股那边收市跌超过9% 而且因为Elon Musk 即他们的行政总裁 接受一些分析员的打电话 去说他们打call的时候 他就跟分析员说 憂慮车价有机会之后会下跌 以及毛利率有机会会继续受压 今天港股的车股整体来说 都做得偏远一点 其实温先生你觉得 如果说看到版面上 有些消息是相对来好 有些消息是看上去一样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不是法国委那边 即使推出一些汽车限救 那些刺激措施也好 那个力度都未必够大 同意的 最近来说的也确是好坏参半 不同的消息都有 但如果集中于今早来说 我看来Tesla的股价下跌 又或者未来继续说打价格战 大家即时联想到 如果打价格战 代表内地的汽车竞争市场 是日趋激烈 你不减价 你就可能输了市场份额 你减价的话 不要忘记有部份内地的汽车製造商 本身都是亏损的 会令到我们的亏损进一步增加 自自然而 就会对今早一些汽车製造商的板块 但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 但我觉得在整体的汽车里面 整个产业链 基本上都非常广阔 有制造商 有零部件 有些可能是晶片 甚至是电池等等 可能我们需要逐一去考虑和判断 如果以汽车製造商 我仍然觉得 举个例子 比加迪 甚至是理想 过去一两季业绩 都是做得比较好 亦经历过Tesla的减价 在车型方面 其实直接冲击未必是这么大 所以我维持之前的判断 如果是因为市况的问题 或者是相关的消息 令到刚才提过的两只汽车 如果制造商的股价 下跌 应该是投资者买入的机会 不如我敢说 美国政府刚才有消息 美国政府指内地的自动駕駛车 会有机会构成一个国安的隐忧 但有见到今天有些新闻 就讲一下华为云自动駕駛的 一些开发平台正式上线 有机会应用在比亚迪和广汽车 等等的一些汽车企业 见到近年一些内地的汽车 都会是 汽车公司都会想主打海外市场 或者将一些汽车外销 会不会有机会 如果用了华为那边的一些 自动开发平台的时候 都会阻碍到他们一些海外开发的步伐 有机会的 但是坦白说 理论上应该对于华为 或者提供相关软件 或者器材的公司影响会大些 对于你的汽车製造商来说 在极端情况之下 不用A就用B 它的选择会比较多 第二 坦白说 以一个比亚迪来说 当然近年 它扩展海外市场相当成功 但是本土的市场始终占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本土里面继续买到车 基本上今次的措施 实质上对于未来的盈利 似乎影响性就不是太大 当然了 牵涉到中美关系 或者任何制裁措施 我们都要继续留意 应该是会继续对于相关的板块 是带来一些波动的 好啊 那汽车股里面来说 是不是都首算都是看着比亚迪先 因为它内地那边有业务 而且在海外那边的开发 那个力度都是比较大 如果真的要选择 是不是都是看着比亚迪先 都挺肯定的 因为坦白说 经过去年4、5月的时间 内地疫情比较高峰期 比亚迪指现到它的产业链 是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继续卖到车继续出车 我觉得夜月暗升月亮 突显到它真的在产业链里面有优势 以及规模来说都没得比的了 它在买大概25万架车一个月 你以其他的造车的新势力 都是一万两万三万 所以以一个盈利角度 以一个规模 以及过去的产业链的经验来计 我自己首算就一定是这个比亚迪 只不过之前来计 可能有股神爷爷的沽货动作 令到间中的波动性会大增 但每一次的回调 似乎现在去看 都是大家卖用的机会 好 温先生 不如我们谈谈一些汽车相关股 刚才你也提到一些零部件的股份 其实最近都多人留意 包括奈西特或浙江世保 其实看到浙江世保那边 今天好像看股价那边 表面上都是一般的 有没有说 其实看到如果真的要看 始终你见到内地那边 都是要刺激一个消费 包括一些汽车行业 需要用的零部件都会增加 有没有说如果真的要看的话 都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可以的 当然刚才提到浙江世保 要考虑到一件事就是 虽然今天大跌了8% 但其实它过去这一个月的升幅 非常显著 亦都考虑到市值比较小 以及有些主要股东 是叫做沽售 所以未必浙江世保是我的首选 但对于整体的零部件 我觉得又不需要那么担心 因为就算你说真的 Tesla要做一个减价 减价而已 但有机会扩展到销售会增加 所以总体上来说 只要零部件那部份是没有减价 而产品数量增加 其实可能对于这个製造商 有少少负面影响 但提供零部件的公司 其实理论上来说 影响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继续可以留意着 相关的一些公司 例如纳西特 甚至乎一些汽车玻璃等等 随着销量增加 理论上都可以继续留意 不过其实看到 例如零部件那边 例如一些锂电池方面 今天好像见到港股上市的两只股份 都要跌 当中包括天齐理业 天齐理业更加是见到一个月的低位 但是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还有见现在的股份 即是股价上面 都稍微回调一点点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呢 对于锂电池来说 我有点点审慎 因为大家知道 我讲锂电池相关的行业 首先会有些中上游 包括禁锋理业、天齐 有些可能主打是下游的电池 我们留意到一些锂的价格 再具体来说 就是碳酸理、氢氧化理 视乎你用在哪一类的锂电池产品 它们的价格比之前高位大幅下跌 所以对于中上游公司来说 是直接利淡 所以你看到相关公司的股价 可能会令大家比较失望一些 跌到一个月的低位 主要来说是因为它们的产品价格下跌 这件事就牵涉到 你这些相关产品的供求情况 所以我自己觉得 刚才提过的其他零部件公司 可以随着汽车销量增加看好一点 但是你这件事 就未必真是纯粹看过汽车销量 反而是看过碳酸理和氢氧化理的价格 而这件事我想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 都不太认识 那变成了投资的难度 其实就会比较高一点 这个我觉得要小心一点 不要单是看股价比高位 跌了很多 就代表一定抵买 某个程度上 可能基本因素 可能营收 是出现了一些特别 这件事大家一定要留心 好 是的 都要留意着鋁的价格 会影响着鋁业股的一个走势 本人来说 见到天齐鋁业都要跌百分之二 说起造车或者一些汽车相关行业 都要讲到在晶片 因为有时候 看到一些晶片都会应用在汽车身上 看到中芯 今天建立一个月低位 虽然看到内地那边促着一些绿色家电 鼓励用一些国产AI的技术去提升性能 不过加上台湾那边 台积电都出了业值 第二季那边的盈利 就跌百分之二十三 不过就高过市场预期 但看回其实是四年以来 第一次盈利有下跌 其实会不会都反映着 虽然近期大家都说炒AI的热潮 但是有机会 其实见到全球的电子产品的需求跌 都会拖累到晶片股的一个需求呢 会的 我坦白说 如果跟AI概念 可能美股方面的选择性会比较多 当然是否严格卖就另计 但是你说香港上市的一些晶片股 通常都是做晶圆代工 以往来计 受到一些可能中美关系的影响比较大 不要忘记下年就是美国的大选 这些变数会增加 刚才提到可能会扩展到一些家电等等 我坦白说 如果真的看好这个范畴的话 会不会直接买一些家电股是会比较好呢 如果在这个晶片事业里面来说 大家首选或者会说的就是中心国际 981 在图表上看似破破的位 我会觉得就是 如果在投资前景不是完全明朗化 而技术走势都是似破位的话 我就倾向停一停等一等 和想一想 好 今天谢谢温先生的分析 想问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本来到开始速播的时间了 港股今天先跌后升 今早最多升超过240点 之后就维持过8点的升幅 中午收市升136点 而下午回来还能保持升 升127点到19,055点 看看国企指数最新的表现 升48点到6412点 恒生科技指数的提提 半天来说升到1% 下午回来还保持1%的进象 报4107点 五大活跃港股的提提 刑户基金升1.6% 报19.056点 至于商趟 就见到阿里巴巴旗下淘宝 已经释受所有持有商趟B雷的股份 股价来说今早都能保持升 现在来说升近6% 报1.78元 至于腾讯升1.2元 报334元 阿里巴巴升超过1% 恒生中国企业都有得升 报66.06元 和大家看看浙江势宝 见到美国政府指 内地的自动驾驶车辆 或者会救成国安的引优 见到今早来说 A股智能驾驶概念的股份都受压 港股方面浙江势宝曾经跌1.1 现在下午回来跌超过8% 报2.56元 看来就违达国际 中期盈利跌8.1 赚1亿2千万 中期息维持10先 见到它被大行唱大 包括大和下调它的目标价 今早股价曾经跌1.1 见了半年低位 现在下午回来维持跌势 跌超过半成 报17.02元 看看今思税期下附属的公司 第二季销售剩额增长接近4倍 股价今早今思税可以升到9% 现在下午回来维持升势 升超过1成 报18.04元 和大家看看晶片股 受累于台积电第二季业绩 六得四年以来第一次盈利下跌 还要下调收入预测 今早港股半导体股份普遍受压 抽类中心看看 今日曾经跌超过2% 见了一个月低位 华雄半导体今早曾经跌超过2% 两只股份下午跌幅收窄 中心国际报19.1 至于华雄半导体报25.45元 开始速报看到这里 港国来到下午 继续企稳在19.00楼上升到过百点 先和大家综合一下半日走势 港股三年跌之后 今日走势反复一点 轻轻低开九点 之后投了20分钟左右 其实都没有什么方向 之后落到18,800有支持 就有得到升 十点半钟之前 曾经秋升到241点 高位见过19,169点 半日升过百点 下午回来最新做19,042点 升日白14点 成交有460多亿 看起来港股通最新的情况 近日北水都挺飘忽 前天就大手买我们 昨天又大手淨沽我们 今天暂时就 正买规模不是很大 虎心两市合计大约是三亿多 看起来期指最新的表现 即月期指 站在19,000点楼上 高水十多二十点左右 至于8月在19,100 成交有六万多张 内地股市方面 今天走势都是反复少少 上征来到下午未跌三点 报三千一百六十五点 创业板指数可以升到百分之零点三 后市去向要请假嘉宾 这次有黄慧豪Rafi在这里 你好Rafi 破研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恒指曾经升过二百多 暂时升幅收窄 其实都没有走出过区间 又没有向上突破 落到去又不用掉底 继续夹在中间 你看下个星期又有期指结算 又有议息 又有政治局会议等等 是否真的给到方向的港股 希望透过这些因素可以有这些方向 因为都同意你说 其实今天虽然日内 现在升到百多点 或者两百多点都见过 但是离去真是未走出那个框框 或者比较窄的区间 再加上其实说 这一刻上升到百多点 但是你看到今天 这个成交都是四百多亿 亦都不是非常多 所以我想无论从资金面 或者走势来说 真是未走出那个方向来 唯一可能真的等就是下星期 始终暂时看下星期 都比较多一些事情可能要留意 比如一来真是期指结算 二来最主要是美联储议息 当然这次我看的地方 应该这一次会加的 但因为现在看来 利率期估九成多亿早会加的 问题就是会后 鲍威尔的说话是怎样 是确认加完 还是会继续停一次再加 还是怎样呢 这个是要再看的 而二来我想 真的留意内地 其实我想最主要港股比较立 或者是反复的主因之一 都离不开内地经济的情况 那特别是礼拜初 我们打风武士那一下 内地出的数据 第二季都是比较危险的 那究竟看一看就是 譬如之后 政治局会议也好 怎样也好 是不是真的多些政策 是真的可以刺激一下 那个经济或者市 所以这些都是要等要看的 那形成我想暂时呢 港股正如刚才说的 就走了区间 如果就向上真的要过方向的 我想就是突破 一百天线楼上先 大概一万九千六 那现在都未真是升穿 都能站穿得到 而二来都向下的 那初步的支持位 当然一万八千二三 这位附近 那如果真的跌穿的 可能就慢慢逼迫回 五月尾 一百零四五的那些位 那所以都离去 都是这千多点走着 那我想真的要等向 哪一边突破 方向才会再明显回多些 OK 既然市还要观望 走着区间 不如跟下个股 在这个市当中 也有一些股份是 逆市破顶 创512周高 就是银行股 特别汇控和东亚 近日都是破过顶的股份 汇控今天都连升第七天 创超过五年以来的高位 下午回到来 六十四元流上 升到四毫半 东亚早段破顶之后 暂时有少少脚圆 还未跌六 今天最精神就是恒生雅 这两天其实没那么厉害 今天就会发力一点 升到百分之三 看银行股 大家都是关心的息口 像你所说 其实美国下个星期加息四分一 似乎成为市场共识 你见到预计期货 其实都显示着 预计这样去加的机会率 都去到九成九 还有见到本地方面 近日的high board 都抽得几急 见到一个月的拆息 今天叫做回落少少 都有五点一九 说到差不多成 是零七年以来最高 金管局总裁余偉文 今早见记者的时候都说到 拆息抽声 反映大家对美国可能加息的预期 还有觉得港息会更加贴近美息 其实都是它一直出来 都是这样跟大家说的 是不是真的下个星期 美国真的加的时候 香港有比较大机会加 还有是不是这几天 银行股领石强的原因呢 当然了 我想其实说真的 银行股或者本地银行 各种银行 譬如香港汇控 东亚来算 不是说这几天才强 一直都是强 或者过去年初至今 总是一个比较强的盛势 汇控盛势是三成多点 年初至今 我想最主要当中反映几样东西 也未必只是这一刻 才讲一个hyper 因素而刺激回来 一直以来炒作的 我想最主要本身 大家今年年初回来 怕经济不行 特别外围可能怕衰退 但是现在明显地看些 美国数据就不像这件事 其实对于银行股 特别汇控这些 都是有个比较正面的帮助 以来我想 另一边商来说 始终外围都行足够加息周期 对于本港来说 虽然说 息口未必跟得非常贴 论加幅来说 还有一些落后 但是都是有个 慢慢上升的趋势 所以对于这些银行股方面 大家都会预期分 息差或者利息收入方面 会有个可能正面一点的帮助 这都是令到另一个因素 股价都是相对比较强的因素 如果你说说最新 那个股价是用来的 股价的股价是6月底的股价 那股价是一股价 如果股价是一股价是一股价 如果大家认为半年结的因素 它会过完半年结 会下降到现在7月到中后段 其实几栋高波反而是一个比较偏高的水平 像你所说一个月好 或者再看一些短一点的 例如一星期两星期或者隔夜都好 其实全部近期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平均都是5厘留上 所以都发现资金面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紧 也意味着可能是预先反映下星期加息的情况 所以都有些这样的机会 香港这边都可能会更加最一位利率 所以对于整体银行股方面 我想在短期因素上说还是有利好的推动 但始终论股方面 因为刚才提到汇控或者东亚 都类声幅度比较大 我想如果现在才入场的话 都是那句小心高追或者股价会已经反映了 几大部分刚才说的利好因素 OK 本地银行有加息压力 不过想问那样的是 是一个短线一点的炒作 还是中长线一点 不竟刚才你也说到 在金轮香港的加息周期 香港银行其实没有加足 你看到美国方面就去年三月起开始加息 其实都加了十次了 由零加到现在大约五厘流上 香港就去年九月开始跟了 加四次 也不是每次美国加完它加的 只跟了四次 当中就五厘加到现在大约五点七五厘 如果用汇丰的prime rate去计算的话 美息即使是今次加完之后 即使是见顶横行都好 港美息差其实都还在 会不会说其实就算美息见顶了之后 香港都还有压力要跟 因为金管局总裁余慧文都说要贴近美息 即使美息停留在 我们香港要跟都可能继续要加 未必是一个太短线的炒作 可能真的长线的 当然我想跟多一点有这个机会 因为始终如你所说 在美国都加了十次息 香港这边都移动了四次 但当然会不会跟足或是跟贴 看回过去这么多次加息周期都不是 对上一次也是 香港这边加幅都是比较温和一点 我想最主要另一边想考虑一点 就是都要看本身 香港银行体的结余情况 其实你现在说真的 银行体结余还有四百多亿 其实就虽然比高峰期下了很多 但是四百多亿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所以是不是这么迫切地 需要加上很急或者很大的幅度 我觉得又未至于是 所以会跟着的方向 所以对于这些银行股来说 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同意 看法上是乐观的 的确还有这个可能继续加息的一些带动 但是始终刚才都说的 就是因为本身个别股价 就是类型幅度比较大 虽然你说的看法上是正面和乐观 但是如果这些位置先硬硬追下去 就说真的比较担心短线的税位 可能不是太大 虽然有货当然可以召集的 但是如果没有货 而你又继续看好这件事的 我宁愿等它调整之后 才报处会好些少 OK 如果有货又保持 没有货的话 选哪一只等它调整之后去进入呢 我想都是选回汇控 因为汇控的概念 就是因素 我想比刚才说的东亚 或者其他本质银行股 会多一些 除了受惠的可能是加息 亦上升的因素之外 汇控比较多的都是外围方面的情况 除了我想刚才说的一些 息口变化之外 其实它的股价强 我想另一个因素就是 大家都有点觉得 因为它三月那一转 就做过一下 少少女士伯母士 就买了英国SVB的业务 现在大家看看 其实应该会 对业务面是挺正面的 因为参加其他大行 过去救一些美国当地银行的时间 在最新的业绩 或者业务面方面来说 都是反映着这件事 所以大家会觉得 对于它来说 是比较正面 除了这些业务面之外 汇控都总是有回够 还有息口 就是那个派息方面 大家都预期是会比预期 可能更多 你看一下息率都整七厘 所以我想几样东西加起来 如果你说首选 汇控都会是板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OK 好 那今天就恒生来说 香港升幅大一点 不过其实今年来累计 刚才说到汇控墙 东亚破顶 渣打其实三只股份 都今年来累计升了两成多 是恒生和中亚人香港弱一点 今年累计跌了一成二 落后的那些 会不会都有些追落后的空间 我自己就未必是这样看 因为始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 我想一来 因为本身恒生和中亚人香港 比较真是纯可能香港 或者是本地业务为主一点 所以就未必很少 刚才说港银汇控 或者渣打一些外围的因素 以来本身 按股值上说 恒生是属于银行股里面偏贵的那一只 所以形成股价就会比较弱一点 还有息 刚才提到可能你渣打 又反派息 汇控亦都是比预期可能多 但反观你过去这几年 可能本地银行股虽然保持持有牌 但是派息是少了的 所以这件事来说 其实对于股价都有一些压力 好 这次和你跟到这里 下一步要回答观众问题 来到即使密博的时间 港股中午收市升136点 来到下午一度升少了 一度维持着几十点的升势 在19000点这个水平增持着 来到下午简单和大家看看一些焦点股 包括双湯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 已经释受所有持有的双湯B雷股份 双湯今天见了一个月低位之后 有得回升 今早曾经可以升到8% 现在下午回来维持升势 升超过4% 上一节提到的银行股都有上榜 见到汇控和东亚齐齐都见了52周高位 再次见52周高位 不过东亚来到下午 不是站得稳 至于斯摩尔国际 现在升超过3% 消息面上见到控股股东 获得解除质压的股份 股价见了一个月高位 还有大家关心的这几天 都是升得很厉害的一只半身股 巨星转期 今天创新高后 下午要转跌 现在跌近半成 和大家看看做得好的蓝筹股 下午有什么 恒生银行 突破了50天线 现在升超过2% 至于亚里健康也有2%的进涨 海底楼和中上股份也有上榜 那我们先看下午 恒指比上节报 下午又升少了些 最新升到19,000以下 升73点 最新报19,001点 A股方面上证微跌5点 和大家看看 接下来越约港股的最新造价 排头位的盈富基金升九仙 雙汤排第二 亦是今天焦点股之一 开市前有超过18亿的大手交易上榜 股价早段曾经见过八个多月低位 1.61 不过之后便站稳倒升 中午的时候雙汤出了公告 亚里已经释受了手上的B类股份 股价继续做好 升到3% 做1.7毫6 腾讯升6毫指 亚里巴巴平开后向上 高位见过91元以上 最新升到8毫半 28、28追踪国子 ETF升2毫 看六到十位 大陆位有只南方恒生科技 升1,800 美团靠稳升7毫 比亚迪疫市向下跌6 快手升4% 做59.3毫半 汇控创超过五年来最高 股价升5毫 和友邦那些金融股又怎样 汇控和友邦继续向上 升幅不够1% 港交所是靠稳升4毫 中间只中移动升1% 煤气偏远跌3 这次嘉宾继续有往后Rafi 跟我们跟进一下观众的问题 你好Rafi 你好 你好何生在这里 你好何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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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267中重股份 賣5个平均价9.5 买了母机拿入 未派息前 那现在 有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呢 前景怎样呢 不过来 OK 好 如果你说有货在手 雖然账面上是正硬价 但如果刚才没有听错 就说在未派息前 应该是未除症前 可能买下 那是他最近6月底 除症 所以如果你说 可能计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都要加大概4毫多指给他 因为他派4毫半左右 所以如果这样计算 实际当时的价 可能现在做的应该是 大概挨近近9元左右 所以实际来说 可能就不是挨太多 那我觉得 怎样都好 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拿着先 因为从走势上说 虽然就未算非常强 但你见到几次 去到现在大概 八个半附近 其实都是有个支持在 所以我想 只要这些位置不穿 你搏它是弹回一转 所以我觉得 不妨继续继续 而且本身这股份 其实一直以来 其实派息都是OK的 你见到息率其实都是7厘多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做一个中长期 而你又不是说 太大货落 即太大量的话 其实不妨可以保持住 我觉得整体来说 问题暂时来说 不是太大先 OK 那马拉雷看期 可以上回家乡价 然后沽 还是真的长线一点 用一个收息的角度去拿呢 我自己觉得 如果暂时 这一刻来说 用一个收息角度先 因为始终 你说短期的股价 可否上回家乡价 再高一点 说真的 要好看个市的气氛 或者那些资金 是否真的追到这些股份 那一来我想 暂时四分一分 就普通 一半 二来就算真的 旺分也好 可能未必都先选择这些股份 所以未必说 短期有这么大的 一个上升可能性的时间 而它好在 业务都叫比较稳健 还有 都是有个比较高的息率 那我觉得暂时 用收息角度 会比较好一点 好 找到第二位观众 李生一起谈 你好 李生 你好 你好 买什么股份 你好 我买了1638 平均买了2万股 平均买了2万股 平均买了2元 现在怎么办呢 2元 那都一段时间之前 是的 好 Graphy 怎么处理好 说真的 我想暂时 要回家乡 就应该没什么机会 因为始终我想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为什么 街市业股价 过去长期跌了这么多 或者过去又停牌 最主要是内房债 没有危机的问题 出不了业绩的问题 当然现在复牌 但始终大家对它的看法 整个版法的看法 都不是说非常乐观 所以你见到股价 就算是复牌之后 也好 其实长期都在可能 1.2元 叫做比较弱的 一个位置去走 所以说真的 要回上去 我觉得机会性 真的不太高 那唯一 我想如果你说 真的 看你自己觉得 这2万股 对你整个投资最合来说 叫重不重货量 如果你说 都觉得不是很重 那我觉得你可以 照着先的 但如果你说 都有压力的 就算这个亏损是多 但我都建议可能 真的减一减 唯一真的可以做 是这样的 但我想再加薪 或者沟货下去 亦都完全不建议 因为就算 你现在这样看上去 卖了好像拉低到 很多的均价 但刚才说的 就是过去这几个月 虽然服务牌也好 你看到街市股价 是升不到的 所以不要说 因为低了那么多 而卖觉得拉低到 就会可能 快点回到架 我觉得这个 这个的想法 就不是说太对 OK 好 但Apps观众的问题 阿彪也是问内房 他就问国企背景 中海外 他问 可否趁低位买货 策略怎么做 应不认同呢 看法上一定会好一点 始终你说中海外 或者109 或者123 始终都是国企一样的背景 一定对民企内房 它好 但你如果看过 这两个月 股价走势 其实这几个 所谓背景强的 都是走得比较差 因为我想最主要 有办法气氛的问题 所以不是说 他们完全不受虑 只不过 一定会优责一些 而且一定不受虑 太担心 他们有什么 可能违约各样的问题 所以你说要买 如果真的要在这个版块里面选 我觉得选择这款是可以的 但我想暂时的股价 对于刚才说 都是在反复 可能等低多一点 如果有没有机会 去大概多次16元以下 而到时是站得稳 我想那些位置才去买 会比较好一点 但看上去的话 可能第一站 都是看着大约18元左右 但再高的话 我想短期也未必太容易 要等整个气氛方面 对版块重新好一点 所以可能才能够上回 所谓二字头楼上 很明白 带上杨生apps的问题 他问建行 他说6.2有货 收割息很多年 不过都补不了股价 跌条数 他问现在应该怎么做好呢 我想真的要看下 他所谓收割息很多年 是多少年 因为如果你说每一年 其实看建行 都派 算港元大概四毫指付近 近这几年到 其实如果你说 收割真的有几年 其实加加密货可能 真的不是捱太多价 所以真的要看下自己 究竟所谓持有多少年 但我想怎样 如果说真的 怎样去做 或者怎样弥补 说真的 我想如果看股价趋势 建行暂时 真的没有什么上网空间 住的 因为浪人股一来 过去都担心着 可能在内地经济 不稳 或者走的情况 会有些受虑 特别在坏仗各样因素 我想如果你说本身持有这一只 都持有这么厉害 继续做着这个动作 即持行保态先 如果你说 如果一个真是很长线去说收息 我觉得其实去到这些位 即再大一点的空间 就不多了 因为你计算到 真的八厘多 八九厘 或者成九厘以上的息 所以我觉得 这些位 应该慢慢站定 只不过 就没有股价常人的空间住了 如果你说可长线 我觉得只要保持住 才比较好一点 OK 他传apps 有保问一句 他说会不会跌到三个半的位置 不知为什么他关注这个水平 因为去年年底 11月见过大约那些位置 但是你说其实市的位置的机会 又不是很大 暂时我觉得机会性真的不是太大 除非刚才说那些 曾经大家过去担心的 譬如内地经济 认识浪人股的坏仗 或者是可能要减派息 如果真是这么多这些负面东西 真是出现到这么极端 可能股价才是回得比较深 否则的话 暂时未到这个情况之下 要试回三个半 机会性不是太高 好明白 谢谢Rafi的分析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拿着呢 还是没有持有的 好 多谢你 先看一看 再次的财经消息 阿里巴巴完成减持双汤集团 上汤或阿里巴巴支配 已经出售所有手上的双汤B股 双方现有业务往来不受影响 相信公司向上阿里减持 也不会影响日常业务运作 上汤开始前提录得 买卖12亿股的大颜成交 成交价介乎1.48至1.53 涉及超过18亿 内地支持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 鼓励国产人工智能技术等等 法国委公布促进汽消费措施 鼓励限救地区尽早公布全年配额 因地制宜增加每年的目标 城市和郊区分开处理 加强信泰支持 鼓励金融机构合理确定 汽车贷款首期比例 贷款利率等等 同时降低新能源车使用的成本 例如鼓励充电站營运商 暂时调低充电服务收费 公共交通车辆充电时提供优惠 2030年之前 减免部分电费等等 法国委公布 促进电子产品消费措施 鼓励企业和研发研场所 积极应用国产人工智能技术 提升电子产品智能化水平 有条件的地区 对智能环保电器下向 电器已旧换身等提供适当补贴 加快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改善回收渠道等 国交易会管理局说 内地经济延续回升好态势 对于外汇市场支撑作用有望提升 目前内地货运出口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有利出口稳规模优结构 整体经济结构特征 有助中长期经常将顺差保持合理均衡 有信心 兼且有能力维持外汇市场稳健运行 现在外汇市场调节能力和适应性 显著增强 将会有效缓释外部冲击风险 人民币汇率有条件在合理均衡的水平 保持基本稳定 另外外汇连续两个月增持中国债券 其中6月份增持110亿美元 直到6月底子 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个机构 已经成为中国债券市场投资者 去年的总成交量有超过2万亿美元 消息到此一时 今次假日现场 港股到下午 升幅在逐步收窄 暂时只剩下60几点的进着 落到19,000点以下 落到18,994点 今天早上的走势比较反复 先是轻微低开之后很快有得到升 一度升到过百点 高位上过去19,100以上 19,100以上 但是去到下午看到势头延续不到 现在暴在18,991点 分行指数 金融指数还有得升 暂时只有公用指数 其他还在升 但总成交不算太活跃 暂时509亿多 关注北水动向 因为过去两个交易日 昨天的流入金额和流出金额都相当夸张 对前一天就买了过百亿的资金 昨天就沽了过百亿 如果看看今天的情况 就是正买入大概4亿左右 即是看到 未能看到他们的方向在哪裏 这一刻 暂时深圳那边 轻微正流出资金 主要是上海那边 买4亿多资金入港股市场 再看A股 就是暂时的情况 早段都叫三大日主要指数向好 但现在都略为转跌 上证暂时跌8点 暂时3,160点 护心300指数跌8点 暂时3,814点 只創业版 还在勉强升 微升1点 暂时2,157点 下午有什么港股有焦点消息 其实就是上半天已经相当易动的商堂 其实今早才是低开3%之后 曾经可以很快急升回9% 为何呢 中午揭晓答案 商堂公布 已经获得阿里通知 阿里旗下的土股集团 已经出售所有B类的持股 会不会变相 减少了一个 担心被减持的消息 对前景明朗化了 股价今天都可以急升之后 现在升势回顫到4% 下一个7毫6 另外一只金丝瑞生物科技 还在升一成多 如果看回公司自己没有太大消息 反而是它自己持有的股份 叫做传奇生物 上半年的销售表现好 利好市场炒了这只金丝瑞生物 另外两只半新股 包括巨星存期 今天再创上市新高之后 就要转跌 暂时跌半成 暴跌7.35 另外就是生存企划 暂时都可以叫做破位之后 升幅回顫到1%左右 暴跌1.09% 小店公分看完可以看内房股 个别是要转跌的 包括碧桂圆 现在跌幅已经扩大到5%了 只剩下小一点的内房股 好像远洋集团 还有得升 还有润地国企背景 还有得升 还有龙湖民企内房 还有得升 但升幅显着回述 早段大家还说 碧桂圆 或者曼达 似乎在债务问题上 有些曙光解决 但是去到下午 似乎是否走势转坏了 继续强的 有些银行股 好像现在 七十多个蓝筹股 升幅最大的 仍然有一个恒生银行 今天都可以强势 有得升到3% 刚才 现在就看到 输到2.8%左右 另外汇控就连升了7天 见了大约5年的高位 花旗就看好 继续受惠到 Hyper高企 还有之前有回购计划 目标价在70元上 现价播在64.2 东亚同样捧场 12周新高 之后就要倒跌 现在大约播在12元水平 节目时间够了 这次跟着有这么多 又来到我要做Firmman 继续有英sir教大家 如何投资美股 英sir上一集 就跟大家说到 留意两只金融股 一只就是美股的JP Morgan 另一只就是港股的汇控 今次这一集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补充 金融股里面的主力 银行股 长时间的表现 只有一半 只可以在特定的环境里 跑赢大市 不如我们用多些时间 去讲序一类 科技股 其实美股的科技股 真是由去年年底 一直升到现在 计算 真的强了半年有多 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利科技股的宏观环境 就是通胀预期要见顶 科技股的死穴就是加息 因为科技股的卖点 是将来的盈利 息口越高 截演回来的现在值 就越不值钱 反而经济增长强弱 未必有太大影响 大部分科技公司 是可以帮到顾客省钱 只要不是滞胀 或者经济劲度要加息 其实就没太大所谓 不是吧 现在都一直保持加息 为什么这大半年科网股 又可以维持着强势 因为商品价格已经见顶 现在主要都是劳工市场强劲 去顶住通胀 人都预期加息周期 已经去到尾声 另外一点 因为出现了check GDP 带起了AI的大主题 忽然之间 远景就伟大了很多 相比之下 利率上升的影响 就变成有限数 既然你觉得AI是一个大主题 是否代表科技股 未来十年八年都可以维持着强势 英常 之前是否跟我们说 留意三类股份 即食品与能源 衰退赢家 和金融股这三大类股份 又是否变相有些多余 有过去两年的经验 大部分投资者 都明白了板块轮动 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所以组合一定会比以前分散 只不过科技股拉场来说 就很大机会一路跑赢 照你这么说 香港的投资者 不是限制ATMX 是否代表有救 又用不用特意去美股市场 去高追科技股呢 当然不是 今次的主题是大AI时代 中国受制于晶片技术的发展 远景没有那么伟大 所以我们更加要跟红顶百 积极点投资海外的科技股 自从check GDP出现了之后 香港和美国市场之间 科技股表现的差异 已经证明了 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但如果你加新钱入市的话 就绝对不应该拗颈了 买香港的科技股去购买 否则很大机会将我痛苦加深 好了 今集时间又差不多 下次再请教应上你 欢迎收看财经cheatcheck 近几个星期 有个市场焦点页画 就是一些社交媒体 因为事关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在月初的时候 就推出了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叫做Flex 就说到用户人数很厉害 5天的注册人数 已经是突破1亿 就成为了用户 打破1亿的纪录 最快的一个平台 当然我们要想想 在社交媒体 市场营销上 帮到多少呢 我们今天请来做Marketing的专家 Chris 跟我们说一下 Chris 你好 Hello Crystal 你好 是的 先问一问 因为我们记得 在月初的时候 这个平台一出 那两天 我们公司同事 其实自己都在讨论 什么来的 怎样玩的 还有我们也看到有些网上 有些人就说笑 就说 那些公司那些做Marketing的小片 惨了 多了东西做 又要多多个平台玩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 那些公司会不会都问多了你们 这个是什么 嗯 其实会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客人 去马上问我们 其实Chris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跟他说 其实他的定位 其实和Twitter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 他唯一一个不同的位置 只是他不可以下广告 以及不可以做些hashtag 那变相呢 其实第一 我们都要说 就是他的定位 是target着什么人 以及做到什么 所以变相呢 我们其实也都会和我们的客人 去说回 其实始终这个平台 虽然他刚刚你也说了 很快达到一亿的数字 但是其实他始终 在这个市场上来说 都是一个未成熟 就是大家都还在学着他怎样玩 以及他在玩的时候 都还在学习一些不同的新的features 所以变相呢 我们都会和客人说 就是不如你先看定一点 就是你当是一个观望态度 但是你也都同时不可以抗拒他 那你就试一下去挽住他先 但是你也都不要因应这个 去打乱了你本身的marketing plan 所以变相 小编都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他都真的看 他出了来的反应是怎样 才再决定 未来marketing plan 需不需要adjust呢 是 现在还是维持观望为主 但是如果说 譬如说在这几个星期去看 你刚刚也提到 其实他就和Twitter是比较相近的 就和IG、Facebook那些 就有些不同 因为IG那些就逃居多了 其实你看看在整个marketing的定位上 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如果你在marketing的定位 始终Twitter在欧美市场 在欧美日本那边市场 是会比较多人玩一些 以前在香港 其实Twitter一出的时候 去到现在 其实香港人都没有习惯到这个做法 因为其实香港人始终喜欢看图 看片多一些 所以为什么你刚刚说Facebook Instagram会做得好一些呢 其实就是 某程度上它始终是图和短视频 和影片的东西会居多的 所以在香港来说 其实是不是那么快 但是适应到Facebook呢 这个其实都要一些时间去看看的 好像你刚刚所说 Facebook就没有那么多图 文字居多 但是我们好像你刚刚所说的 香港人的特点 就是不喜欢看那么多字的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不是要打进香港市场 都比较难些呢 其实就 我又不可以那么快去同意你这个说法 因为其实对的 就是你说的 图片和影片 真的是香港人会喜欢看一点 但是其实文字上面来说 始终对人去看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多反思 和多想到东西的 所以变上 其实文字对比起图片和影片 其实相比起 在说明的片的功用上 是会比较大一点的 甚至乎 它是一些 功用性的程度 可能是一些比较深层次一点的 可能是自己的心情 或者是一些教学的 一些片 或者是文章 其实会比较好跌的 如果是这样呢 其实会不会就是 不同公司去选择 Flex来说 其实对他们有不同的优势 又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么好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它是解释多一点的 需要一些文字去说明多一点的 那这些就可能比较有利 有没有多一些例子 可以讲解一下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 你知道香港人 其实都比较迷信一些 比如其实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一些星座 一些风水的东西 其实这些呢 你在这张图片去显示出来 其实你可能一句起两句子 就已经讲完 但是其实你会发觉 如果你在Flex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 关于我 可能我有一句 我会想看下去 其实它对我这个定位的人 是有什么影响 比如它有不同年纪 不同定位 男女的不同 其实我看下去 其实我都可以再 因应自己的情况 再想多一点 我究竟能否配合到 这个情况呢 你就会开始去想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会讲 其实如果你说在Flex 其实如果你真的 做一些服务性行业的 就是可能是一些 譬如是车啊 譬如可能是一些 一些比较是 会计啊 这些你可能要讲解一下 你自己本身 帮客人会做些什么 你的failable位在哪里呢 其实这些用Flex来讲 都会比较适合一些 那其实你们都很合用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都有玩 OK 如果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 其实他们的定位 或者是功能上都很不同的 譬如 简单来讲 就是Flex 是没有这个hashtag的 那因为本身之前 经常讲IG那些 要你多点hashtag 才可以接触到更加多人 或者是将你们的 就是那些文章 贴文 散发出去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功能不同 对于一些企业去做marketing 在Flex上 会不会都有些难度呢 其实就 看你怎样看 因为其实 没错的 现在它的功能始终未完善 因为它没有Twitter 那么成熟 但是它现在呢 其实都做到一些tag的效果 就是有个符号是 这个 那其实它可以tag到一些其他的page 和你朋友 那样的 那其实第一 可以靠这一样东西 去和不同的page 去做多一些合作 那去令到大家page的followers 大家都会看到大家 这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因为刚刚就说了 虽然你hashtag 是未出来 但是正正是因为hashtag 未出来 那就令到它 其实它整个algorithm algorithm就是它的演算法 就是说 我怎么才会看到些什么内容呢 因为其实 现在Flex 和Instagram 和Facebook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Instagram 和Facebook 你会发觉 你like了的page 或者是你给它看你的资料的朋友 才会看到你的帖文 但是在Flex 就不是 在Flex 只要你是public了你的帖文 其实它就会推荐你 给不同的人 包括是你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从来没有看过 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人 所以变上 其实这一样东西 它虽然你说很 就是我没有一个 没有一样东西去计它 究竟我怎么才show到给人 但是 某程度上 你都可以显示到你的page 你的业务 公司的logo 去给不同的人 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客 你会不会可以用一些 大包围的形式 出多些文 起码你可以接触到一些 不同的用户 但是起码我们看到的 一样东西就是 虽然它没有hashtag 但是它有很多location based的一些algorithm 在里面 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繁体中文 你在香港 其实你看到的资讯 都会是繁体中文 或者是香港的一些page 接居多些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是我们企业 公司要去做这个marketing的时候 第一就是好像你刚刚所说 大包围的形式去做 越出多些post 可能接触的人就更加多 还有没有其他的tips 可以交流一下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 有tag多些 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说 其实你永远自己一个人去做 或者自己这间公司去做 其实是很窄的 所以变上 其实我们都会 Line up我们的客人 在说不同的业务 比如说有些保健的业务 和一些保险的业务 其实都可以去两边 去Line up做一些合作 而这些合作 其实是大家 用一些比较低成本 为什么低成本 因为我不需要做广告费 甚至乎Fresh都不是可以 给你下广告 而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如果你这两个业务 它那个相关联性 你是想得比较好些 想得比较度身定做些 其实对于两边的客户 它都会有一个 一加一大二的 一个synergy的优势 如果是这样 除了Flex的话 其实现在都还有很多社交媒体 因为Flex 虽然刚刚说到 一开始的时候 用户增长得很厉害 但是其实这几天 或者是过了一个星期 好像市场热度 又剩下了一点 如果看其他的社交媒体 Facebook、IG 还有其他的YouTube 都是一些比较严满的 就是一些公司 用来做Marketing的地方 其实他们定位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说哪些行业 用哪些是比较好呢 问得很好 因为其实我们 其实都不是很单独看它人数 因为其实 譬如刚刚这么说 其实来到Instagram 它在香港始终都是 比较多人用的平台 比较多人用的媒体 比较多人用的媒体 但其实它是不是最适合呢 因为其实Instagram 它的用户 是真的 我们会打造 是35岁以下的人 去用得比较多的 和它的branding层面 一些品牌形象 和它可以显示到 给人看的互动 是会比较多些 但是正正因为它 其实它是有一些 比较不友善的位置 就是你不可以 through它的link 直接按入一些page 所以令到 如果你真的想 给人去买东西 某程度上它是 不太适合的 如果你说买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客 譬如 刚刚都有说过 一些保健品 其实保健品的东西 通常都是一些 比如妈妈 一些成熟一点的人 会考虑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会考虑的 就是第一 它会不会买东西 第二就是它的平台用家 其实Facebook 就会比较适合 假设如果我是一间公司 我想去做些marketing 找你们咨询一下意见 可不可以简单一分钟 给一个最重要的意见 其实marketing 是创意先的 因为第一 就是你创意 你要给别人一个新鲜的感觉 第二就是 你要有个共鸣感 你才可以令到别人觉得 你这一样东西 不是一个客键的东西 而是一个soft键 那变相这些东西 其实都需要一个 真的适合你的consultant 或者是一个digital marketing 的consultant 去帮你去想过 订阅才可以做到的东西 所以就可以找我们帮忙 OK 总之 不同定位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 都有不同的策略去做 其实 就之前跟你说 你都讲到 在Google上 一些搜寻引擎 那些搜寻用紙 亦都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一个市场营销的策略 来的 是啊 讲开这些市场营销 都大把东西讲 因为很多学问 不过今天时间有限了 只可以和Chris 聊到这里 下次再请教你 多谢你 谢谢 Crystal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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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